我不是恐怖分子 穆斯林巴黎街头爱的抱抱 恐攻后的法国街头 出现了巴黎人与穆斯林拥抱的温馨画面 经历那样的恐怖攻击 许多人开始害怕穆斯林 使他们为恐怖分子 甚至还要派出鹤枪实弹的警察 保护当地清真寺 一名穆斯林男子看到这样的状况 蒙着眼站在街头写下这样的标语 巴黎人并不吝惜给出他们的友善 甚至有女子感动痛哭 总新闻总和报导